因为误点开一条诡异短信 我陷入了真实的逃生游戏中 现在我需要打开眼前的门 唯一的线索就是放在床头的病例本 我十分头疼 这四位密码究竟是什么鬼 病人对某一特定数字产生强烈反应 数列中出现最多的数字是5 我仿佛想到了什么 用铅笔把所有的数字五连了起来 看来我没有白刷这么多迷失游戏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新密码 在我的心惊胆战中 熟悉的一声咔 门开了 我谨慎地把头伸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 外面是一条走廊 每几个灯是亮着的 还有些是一闪一闪的 整个走廊都弥漫了一种阴森的气氛 我亲手轻脚地从房里走出来 像刚刚怪物走的反方向逃去 很快 我看到了护士站 我微微蹲低了身子 害怕护士站里也有什么怪物等着我 等我悄悄靠近之后 发现护士站空无一人 我再一次环顾四周确定安全之后 轻轻地在护士站里翻找 想找些线索 我发现了病例本 只有三本明显是新的 别的病例本上都是厚厚一层灰 而三本里有我的 一个叫袁毅的 一个叫赵刚的 我怀疑他们二人应该也是玩家 还好 病例本上附着照片 我暗自记下他们的长相 就把病例本摆回了原样 然后 我在一堆书中间找到了一张 被书夹着的红杉士精神病院地形图 我找到宝了 吹开上面的宝灰 我看到了整家医院的情况介绍 医院一共四层 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 除了大门口以外 在副一层还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 而我现在就处于三层的精神病房区 难怪这里阴森森的 二层负责整治和理疗 一层则是脚废区和放风区 副一层是太平间 看到这里 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用脚趾头响也知道 副一层是绝对的危险啊 生路怎么在那里 突然 有一串小跑的脚步声 有远及近在向我靠近 我急忙把地图折起 然后整个人 缩在了椅子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 接着 我居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女生声音 吓死我了 这里都是什么怪物啊 这里不会也有吧 女生 难道是原意 正当我想出去的时候 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 妹子 这个游戏居然有妹子 不过妹子你干啥不转头 话还没说完 我就听到一声惨叫 以及突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 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尽管浑身颤抖 我也知道现在绝不是害怕的时候 等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之后 我才敢把手放下来 我依旧保持躲藏的姿势 想来刚刚那个应该就是 唯一的男性玩家表纲了吧 这里的怪物居然还会模仿 人类女性的声音 麻烦了 等了几分钟之后 我才颤抖地站起来 果然 我看到在护士站的桌子上 还有走廊的地面上的血 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味蕾 这个游戏当真是杀人不眨眼 做的效果竟然还如此逼真 希望自己能幸运一点 顺利逃生吧 等我出去了 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短信删了 想归想 现在还是要好好想办法出去 我把折好的地图拿在手上 凭着记忆朝楼梯走去 虽然电梯也是有的 但是胆小的我害怕 他会直接给我降到负一层 小心推开楼梯间大门 发现里面除了黑一点 倒是没有什么大危险 我捏手捏脚地走进楼梯间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刚走了两步 我的手就碰到了什么 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在我刚刚打探楼梯间情况时的视觉盲区 赫然躺着一个女孩 看了看她的脸 是病例本上那个玩家袁翼 她应该是晕过去了 我使劲推了推她 看着她慢慢地转省 袁翼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恐的 她正要尖叫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别叫 我也是玩家 叫了我们都被死 闻一言 袁翼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然后她示意我放开她 我照办之后 袁翼满脸通红的小声说道 你这女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 差点被你捂死 然后她向我快速介绍了一下她遇到的情况 她醒来时 病房就是开着门的 所以一开始她就在走廊上探索 可是运气很不好的 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眼睛在后脑勺的怪物 就昏迷过去了 听完她的经历 我轻声地告诉了她我的经历 还有另一位玩家的死亡 袁翼的脸随着我的叙述越来越惨白 等我说完之后 就急匆匆拉着我要逃向二楼 虽然疑惑 但是我没有多问 很快 我们来到了二楼 在准备推门进去之前 袁翼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 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 还好 这里没什么意外 原意说三楼的怪物肯定在找我们俩的踪迹 要加紧逃生了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由于负一层必须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 我们此时在寻找能让电梯运作的电卡 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打算分开搜寻 半个小时之后 楼梯间的护士站会合 二楼的走廊布置和三楼简直如出一辙 这灯的质量一模一样 我这头一眼望去似乎只有两个诊室 出于谨慎 我在准备进第一个诊室的时候 悄悄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里面 这回的诊室里空无一人 诊室门口还是熟悉的九宫阁 我试了一下四个零 密码到第三位时重置了 看来是三位数密码 环顾四周 只有墙上的图案可能是线索 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 擦去灰尘 就能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